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每日财经快讯 GoldMarkets一站式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1月24日 我是Joy 好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市场行情走势 澳洲200指数昨日下跌了44.70点 跌幅约为0.63% China 50指数受到武汉疫情恐慌情绪的影响 下跌1.63% 收盘价为13821点 澳元对纽元今早受到新西兰强劲的CPI数据影响 下跌至1.03472 恐慌情绪推动了黄金价格回升至1560美元每盎司以上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话题 我想去年下半年开始 关于澳洲房市回暖的消息已经刷爆了朋友圈 经历了两年多的低谷 澳洲的房价也在去年年中触底后反弹 甚至在去年10月创下了10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虽然我不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 但是以后置业也毕竟是迟早的事 所以对房市这一块我也是比较关注 前几天我看到联邦银行也出了上个季度的购房印象数据 也是升至了新高 并且2020年预期会持续的升高 澳新银行和慕迪评级公司以及西泰银行也纷纷上调了 他们对2020年房价涨势的预期 澳新银行更是把自己的预期翻了一倍 从3%上调到了6% 这显示了澳新银行对澳洲房价的强大信心 为什么我们首先就要看看银行公布的数据呢 首先还是因为他们毕竟是给我们批贷款的人 对吧 银行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抵押贷款的收入 还有信用卡 那他们肯定清楚 这个月来做Home Loan的人是不是比上个月的多 还有啊 这个月他在同一个地区买房的价格 是不是比上个月要高 那银行呢 是房市最直接的受益者 也是最直接的参与人 我们知道银行一年的定存利息差不多是1.2% 而现在抵押贷款的利息差不多是3.4% 那其中的差价2.2% 是不是直接就进了银行的口袋 那结合2019年悉尼和墨尔本的周末清盘率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今年的清盘率分别是80.9%和75.8% 那对比上年2008年同期的47.3%和44%来看 目前房地产的市场跟2018年相比是动力十足的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身边都有认识专业做房地产 或者说进行销售的活动 销售的朋友 那看看他们最近是不是很忙呢 如果他们的项目一个接一个 然后周末也都连周转 那说明现在房地产的市场的确是真的回暖了 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地产投资 其实对我们这种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那对于还没有什么积蓄的我来说呢 目前我的工资还不足以我去支付首付 所以说我会选择去投资一些房地产相关的股票 去进行一个 怎么说呢 去进行分散一个我现在有的风险吧 那我也选择了几家不错的公司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银行 那地产复苏借贷增加 银行收入也就会相应的增加 虽然之前银行受皇家委员会的调查 股价一落千丈 但是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银行易的回暖 像是刚才说到了NZ的澳新银行 股价从24.096回升到了25.78 那Westpac也是从23块8回到现在的25块钱 Nab也是从24块36回到了现在的25块77 虽然2020年银行的财报依然受巨额的赔偿金的影响 可能不是很好看 但是如果各位想要去从银行股去获取它每年5%到6%的利息的话 那还是远远跑赢现在的定存利息的 那除开银行股呢 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realestate.com 这是一家地产的搜索引擎 如果大家是平常看看房子啊 或者说会在网上浏览一下现在金价的话 应该都会用到这个网站 那realestate.com呢是一个只有agent才能够放广告的网站 一条卖房的收入呢 广告费差不多是在600刀 那一条租房的广告收入差不多是在150刀 这还是不算中介每个月付给realestate.com的每个月的订阅费用 去年一年realestate.com的广告的费 广告的收入就高达了80亿澳币 而且连年增长 这两天呢也可以看到股价正在回调 从116块已经到了112块3毛5 如果回到110以下大家可以足部建仓 我对IEA这个公司呢一直是长期看好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中短长三条线来进行一个投资 那长线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择低位 就是一直去长线的去持有 那短线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高抛低息 最大化我们的利润 因为它的股价也比较高 它的波动也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就获取更多的盈利 提高我们的收入 那另外呢也就是最后一个 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澳洲的建材股 叫Brickworks BKW BKW成立于1934年 业务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高端的建筑材料 土地开发 以及控股的一家多元金融公司 在19年初 BKW和Coast 就Coast在悉尼的自动化环境配送中心 签订了为期20年的租赁合约 那这项合约呢 来持续20年的稳定的租金收入 而且呢 Brickworks在19年8月和11月 分别收购了美国的两家专厂 大举进军美国市场 而且目前进展也一切顺利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股价 从19年的8月15块4 一路涨到现在的20块6毛5 我觉得一直就是跟Afterpay一样 就是走出澳洲国门的公司 更有发展的前景嘛 毕竟澳洲的市场是很有限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个话题 今天就是除夕了 那明年呢就是大年初一 我们即将步入新的鼠年 那最近啊 我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微博 看看我们现在武汉疫情是如何了 现在传染病的确是 比我们过去的洪水猛兽还要严重 那我想大家虽然身在澳洲 但是也一定都心系着国内的亲戚和家人 那希望呢 疫情能够得到早日的控制 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到 这次的疫情 跟03年广东的SARS类似 也是因为吃野胃而造成的传播病毒 但究其根本啊 我觉得主要还是中国人传统的那些 野胃养生的观念 而造成了这次的传染病 其实我小时候 就总听家里的老人说 一定要吃野生的甲鱼 才能延年益寿 一定要吃熊掌 补气羊血 穿山甲才能活血化瘀 还有生喝新鲜的露血 能补精气等等 这些从古流传至今的补药 取材似乎都是我们所说的那些野味 好像在他们眼中 人工养殖的都是劣等的 有添加剂 有激素 只有野生的 罕见的 才是真正鲜美的 滋补的 但事实上是野生的动物不仅纯天然 而且还带有很多自然界中的病毒和传染疾病 而且肉类究其根本 其实跟我们平时吃的 肉家禽的营养元素并没有不一样 就算是我最近回国去市场 我也会听到旁边的阿姨 问小贩的摊主说 哎呀 这条鱼它是不是野生的 其实呢 野生的一些 野生的鱼更容易被寄生一些寄生虫 那吃进去的话呢 更容易得性肠胃源 对不对 可能大家对野生的产品 有一种盲目的崇拜 只有做好全民科普 纠正老一辈的观点 我们才能真正的从传染病的危机中脱离出来 拒绝野味从我们自己开始 在新年来临之际 也希望全国内外的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近期如果计划回国的朋友 记得出门戴口罩 请洗手 少去人多密集的区域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顺遂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下周一因为是澳洲的国庆节 我们会停播一天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线电话 03-8658-0603 我们都会有人值班 为您答疑解惑 GoMarkets中文部 祝您新年快乐 鼠年大吉